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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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东西 运来了 本来是天大的好事 可却惹来了 这么大的麻烦 可汗 既然 大唐已经帮了我们一次 那他也许 会再帮我们一次 从你开始 你应该成为唐朝的封疆大吏 我们相互信任 谢陛下 大唐皇帝令 命兵部尚书李靖 为定香道行军总管 命并州都督李世纪 为通墨道行军总管 命灵州都督薛万澈 为畅武道行军总管 命华州自使柴绍 为金河道行军总管 和军十万 由李靖总领 准备与草原十八部决战 征冠三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律在黄中 出世大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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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草已经到哪里了 已经出去三百里了 我用不上他们了 就这样 这样 这样 随我打仗者都是英雄 我们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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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直取五阳岭 不要希望粮草能跟上 不要希望能睡觉 沿途下马轴 斩 我都 responder 睁愿你 得下马轻 这席 做出寿 这抓起 plant 军情迟报 李将军大军已到云州 快 打开 是 快 军情迟报 兵贵神速啊 李大将军一笑如此 顶香会有一场恶战 李世民一定以为我不行了 以为我会像婴儿一样哭泣 像女人一样扯自己的头发 不 不 我要在怒吼的风雪中畅饮干露 来吧 宝贝 神灵保佑我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冬天过去 是 春天就要到了 眼下正是正月 我在长安的朋友说啊 李靖在马义郡 已经逗留了一个多月了 哦 他这是在防备我吧 李靖他是个厉害角色 我们不妨找个机会去拜访他一下 好 跟上来的有多少人 全部三千 驾 好样的 坏小子们 好 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想见了 小巴西 什么人在玩这种小巴西啊 草原上唯鱼尊贵的 去去去去去去去 他们来了 谁来了 唐军 唐军 谁 唐军 唐军 唐朝的军队 走 他们的兵力好像不多嘛 不对啊 肯定是李世民的兵马全都来了 所以李靖才敢孤军深入 能避则避呀 来不及了 马 驾 驾 快 快 快 啊 快呀 快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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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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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捷报 陛下 捷报 陛下 捷报 三千骑兵 三千骑兵啊 真是不可思议 终于拿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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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的耻辱啊 好啊 一扫而公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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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兵机瞬息万变 这个季节 如果节力退到阴山以北 就会没有粮草 马匹也会冻死 他也许不会过阴山 并州都督在东面 如果他撤的话 节力只有向西走 可西面是汗的汗沙漠 死路一条啊 他也许不会过 你不忘了 我去找你 你不忘了 你不忘了 他要去找我 你不忘了 你不忘了 我把你去找我 你不忘了 你不忘了 我可以去找我 你不忘了 你不忘了 停 停 那是什么 上马 上马 等了你们一天一夜了 比较 兄弟们 给我冲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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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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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皇帝陛下 我们又见面了 上一次是在秋天 这一次在寒冷的冬天 我们的可汗 竭力大可汗 派我来向皇帝陛下致敬 你们有麻烦了吧 陛下不知道吗 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哪 是陛下的将军们 给我们的麻烦 陛下如果能够制止他们 我们的可汗 愿意保卫唐朝的北方 好啊 如果你们能够制止草原十八部 不再给我们找麻烦 当然很好 陛下 我们的可汗 其实就是草原十八部的可汗 朕当然知道 朕以为你不知道 朕原来以为 你们可以阻挡十八部族 可是说来说去 好像你们不是草原哪 尊敬的陛下 我就实说了吧 其实 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了 因此我们可汗需要停战 因此我们可汗需要停战 陛下 陛下 我们的可汗说保卫唐朝的北方 哎 其实 就是投降的意思 这要看着杰力 亲自到我面前投降 不战而须人之兵 盯着上者 既然愿意投降 我们可以少牺牲 多获利 我以为应该接受投降 陛下 杰力这个人从来不讲信用 投降 恐怕只是缓兵之计 这次出兵 到目前的地步 是将军们的胜利 并非是我们的国力 已经强大到可以一举解决 要一举解决 我认为 还是要再积累数年哪 你呢 你怎么看 佑城的议论有道理 能和不如先和 但和的条件要磕 防止之后的反复 和 我又不甘 战了 目前 我们的军力还不够 如果能做到 红炉卿的和 军力的元气还在 元气还在 就不怕反复 这样吧 红炉卿 陈在 你还是走一趟 看一看草原十八部 到了什么情况 如果和谈成了 岂不是便宜了杰力 当然是这样 杰力虽说现在败了 无力反击 可他的部下人数众多 势力不可小视 杰力如果穿过汉海沙漠 逃向北方 等到春天草木再生 元气恢复 一切可就难办了 达到现在 将士礼功 只是二等 灭掉杰力 功为一等 将士争功 争一等之是士气 气不可摔 我要为将士争功 陛下已答应竭力地投降 红炉卿也已经到他那里去了 这个仗怎么打 这正是韩信击破齐国的道理 一个红炉卿有什么可在乎的 虽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但是没有陛下手持 煽动兵马 等同谋反哪 如果平定草原十八部是谋反的话 我就谋这个反了 听令 我率精锐骑兵一万人 写二十日粮草 奔袭铁山 杰力一定逃往气口 统到莫道新军总管 你还是用老办法 埋伏在气口 你我何为 生擒杰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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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这匹马为什么停不下来吗 不知道不知道 坏小子们 他知道立功的时候到了 如果我们连续奔袭二十天 到达铁山生擒吉利 朝廷给我们的就是一等功 立功 一等功 我要走了 跟不上的就不要跟了 跟我走 要不要 等雾散了再走 天助我爷 难得大悟 正是齐夕的大好机会 离铁山还有多远 大概还有三十里 天助我爷 传前锋来 传前锋 你帅两百人 加速前进 发现草原十八部营地 鸣笛 你给我直管往里冲 是 要坏要坏呀 不要散 后边干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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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苏定方他们已经进去了 走啊 坏小子们 走啊 什么声音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声音 你们不讲信用 你们背心急 别急 别急 这是你们的人在体内哄吗 报告 汤君杀进来了 马 杰力可喊 杰力可喊 这个灵性简直是轻举妄动 没事没事 我们有福节呀 有福节有什么用 这个时候 谁还能飞进入谁呀 那怎么办呢 逃马 不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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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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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 放 放开我 我可是有金银的 走啊 你们瞧 金银在这儿呢 走 放开我 走啊 我有金银的 我有金银的 金银的 你们跟我回场 金银的 如宝你们柔华不睡啊 金银的 我的金银 我的金银呢 我的金银呢 金银 我的金银呢 我的 放开啊 金银在哪儿呢 金银哪在金银呢 在哪 我的金银呢 快 快 ים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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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陛下 迟报 杰力 还不投降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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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大帅 竭力带到 跪下 交出你的可汗金印 没来得及带走 看下他的头 金印 我确实没来得及带 押下去 定相到行军总管军情迟报 怎么没封口 传到太极宫时就没有封口 小陈特别问了兵部来的人 传到他们那时也没有封口 没有封口 我给你打一个赌 为什么 军情迟报没有封口 说明情况紧急 来不及封了 我赌 我赌 大获全胜 我也赌这个 那叫什么赌 你赌别的 那 那我赌 陛下 又仆叶辞世了 都仆叶辞世了 我还是都大获全收 公元六百三十年 贞官四年三月十九日 杜如悔病逝 年四十六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都赢了 又不赢也赢了 又不赢也赢了 他也会躲在大祸权上 我们又见了 上一次武德九年 已亲自来到渭河边 今天 你亲自来到长安了 你的父亲和你的哥哥 都是伟大的可汗 十八部族 也是强大的民族 念及我们在渭河边桥 结盟之后 你没有大的侵扰 朕赦免你的死罪 把求者打开 四祖 谢陛下 不杀之恩 大可汗 要有大可汗的样子 两人呐 带他去太普馆 不要怠慢他的饮食 去吧 谢陛下 不杀之恩 汗高祖刘邦 当年被匈奴围困在白东 也没有报成仇 也没有报成仇啊 尽阳起兵 为了北面不受敌 我们只好向使臂可汗 称臣拿购 是 太上皇那个时候 还常常迁怒于我们 没有办法啊 你也不要总是这样 朕坐起来 准备去太极宫的庆宫宴 朕宝宴 朕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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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勒 康国等二十九国商令 愿为大唐皇帝陛下上尊号 名曰天克汗 希望天地四方 接受天克汗庇护 朕管理的是大唐 你们还要正管理你们的国家 朕看就不必了吧 我们大家还是各自管好自己吧 高昌 西北诸国国王 各国使节 今天 我们欢聚一堂 共庆四海太平 你们 宋镇一个尊号 天克汗 这是千所未有的 天克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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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有句古语 天是自我民是 天听自我民听 天 就是民 朕为天克汗 这要与你们一起 共保四海太平 万岁 安康 陛下 我们的国王 专门给皇帝陛下 送来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 那是什么 是什么 你为了 想法 你会不是 你是什么 是你 是 是 你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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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这个琵琶确实不同凡响啊 不过这个曲子不是新的吧 这好像听到过 陛下难道在梦中听过 好好好 好好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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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妙了 大唐音乐多彩四方 西域诸国 公墨大烟 裴神符的琵琶 确实高妙 曲子也确实是新 只不过 朕的工人记忆高超 任何曲子只要一听便能记住 而且立刻就能副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 Gi Serial 好啊 好啊 我从来没见过 北湖南岳的人 在 在一起跳舞啊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真是 大开眼界呀 这真是 天下一家呀